前面这几个知识点呢 介绍的是农业企业和农业项目的相关内容 下面这个知识点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统计的主要内容 那么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统计 统计哪些内容呢 为什么要进行统计呢 是在这个知识点这块呢 要给大家解释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 咱们来看一下农村集体经济统计 组织它的运行情况 这块提到几个方面 首先提到的就是村集账面资产持续增长 而且呢 经营性资产占比大概近三成 这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的一个平均水平啊 或者说一个平均情况 但是相比较而言 南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它的这些集体收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相比较之下 北方这块呢 就要弱一些 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稳定 定期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啊 这就是说村集债务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虽然说有所改观 但是村集债务仍然是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净资产 它持续增加 村均账面净资产达350万元 那更加强调的是 这是南方的呃 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把咱们平均水平给拉上去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在一些呃 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村庄 可能还达不到这样一个平均水平啊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 进行统计的时候 实际上跟刚才提到的这些农村集体资产呀 以及它的负债呀 跟这些内容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一个关联性 那进行统计的时候 大家注意 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 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统计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关键词 它是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现象的总体的 而且呢 是可以进行量化的这些数量特征 对这些内容来进行统计的 所以谈到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强调的就是这些数量特征 以及相应的数量关系 那么按照它的调查对象 其实就可以分为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类经营单位 所以说这块提到的农村集体经济统计 农村集体经济统计 不单单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不单单是它 还包括谁呀 一些乡镇级的集体企业 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及一些调查农户等等 所以说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的 这样一些总体的数量相关的这些对象 其实都是纳入到统计范畴当中的 那么统计它什么内容呢 这个是需要大家了解的 因为它的实际操作性也很强 而且这两年也没有考过跟统计相关的 考了一个是统计方法 在今年考了一个统计方法 但是对于统计内容这块 没有进行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考核 所以这块大家要了解一下 首先提到的就是农村经济的一些基本情况 咱们到金奖班的时候 会把它这个统计表 一步一步的再给大家更精心化的分解 介绍一下 除此呢 还有提到的是村集体经济 它的收益分配统计 基于成员权确定之后 那如何把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成员之间进行一个合理分配呢 它这块也需要进行统计 另外呢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 哪些方面改了 怎么改的 改了多少 这个呢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统计的 因为每年呢也对这个数据 需要进行上报 第四个方面呢 提到的就是农民负担的一些情况统计 再有呢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情况统计 大家还有印象吗 然后有村集体经济组织 有农户 然后你要对它进行发报 村集体经济组织叫做发报房 农户叫谁 承包房 是不是 那你得把这些情况也都得进行相应的一个统计 第六个方面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的一个统计 特别是这一两年 对这一方面要求也比较多 统计的数据要的比较多 然后在今年的考试当中 也出了一个这方面了 也就是说 它统计的服务面积呀 这是怎么统计的 是不是 所以这块呢也是一个更具体的一个 这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首先咱们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都有哪样一些内容 有几个典型的分类 那这块呢 大家注意 虽然这块给大家介绍的是统计的内容 但是这里边在统计的同时 它把好多会计的内容实际上也寓于其中了 所以说对于这些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不仅仅仅帮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统计的相应内容 同时呢 也会有助于大家学习农村集体的 它的这个集体经济的一个会计处理 首先咱们来看 在这里边谈到的是货币资金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 还有一些资源性资产 其他资产 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用工管理 这几个方面 那这块先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 是感受什么呢 感受它的资产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 然后有一些就可以直接跟咱们快点那块给对接起来了啊 首先一个谈的是货币资金 那么这在会计上也是需要对它进行相应处理的 货币资金指的是什么 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现金开支的审批制度 村集体货币资金在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不变的前提之下 实行专户储存 它就类似于什么呀 你农业企业有企业账户 是不是比如说我创办了一个农业企业 但是因为这个农业企业它是有法人资格的 所以说呢 它得有一个法人户头 然后我有个人户头 这两者之间并不能混为一谈 对不对 那同样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那跟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的一些货币资金 它应该设置一个专门的账户来进行相应的储存的啊 这个账户就是走跟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的业务往来 导致的现金的增加或是减少 第二个呢 是固定资产的管理 固定资产是由专人来负责保管的 同时呢 也要设立固定资产的明细账和登记簿 那明细账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要登记固定资产的类型 你这固定资产是村部的这个房屋啊 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基础设施啊等等 那就得登记上这些固定资产都有什么 分类建好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台账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在哪 因为这些资产是可以分为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 而后边给大家介绍的农村的集体制度改革 其实他更加强调什么 是这些经营性的资产要在成员这块给他进行什么 按股进行一些分配 所以说这块的前提就是先把这些资产要区分清 哪些是属于经营性的 哪些是属于非经营性的 那么对于非经营对于这些非经营性的固定资产 可以实行公开拍卖的方式或是进行相应的一些转让 这块提到的是固定资产 还有提到的是对外投资 那这块我不知道有没有薛亚又又又蒙了 怎么投资又到这来了呀 那投资说的是什么呀 大家注意还是以刚才那个为例啊 让大家思想统一 还是这个A企业 咱们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上 无论是从财务分析的角度 还是从会计记账的角度 他会计当中有一个名词叫会计主体 实际上你可以给他更通俗的理解就是什么 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啊 就像刚才给大家解释的 你同样一个行为 A对B投资 那对A来说 他就是投资行为 对B来说就是筹资行为 所以说这个立场问题非常重要 那他这块提到的对外投资管理 强调的这是他的资产 为什么说是他的资产呢 比如说这是B 那A对B来进行投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行为对于A而言 他是属于投资 那换句话说 你用什么投呀 你前期得有资金是不是 各种形式的各种类型的资金 然后你对B来投资 那这些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A这个企业的一个资产 那当然在这块 他指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了 对不对 那这些投资 大家可以看到 说村两委会 对投资项目 投资规模 投资期限 投资效益 在认真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之上 形成投资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 经村两委会 集体研究决定 交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 讨论通过后 填写对外投资审批的备案表 会同投资协议书 一并报 镇政府 审批 同意后 方可实施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村集体经济组织 他进行的这个对外投资 实际上 不仅仅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几个负责人 或者说他的这个相应的村班子 是吧 他更需要什么 更需要村民的一致统一 所以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他研究决定之后 是要交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 讨论通过的 那这块为什么有一个区别 区别在哪 什么是村民代表会议 什么是村民会议 实际上呢 这就是跟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规模的大小有关系了 比如说 本身规模就很小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干嘛呀 召开村民会议 本来也没多少人 大家都好集中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一些规模比较大的 村集体经济组织 你就没有办法 来召集每一位成员 都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就怎么办 那就从诸多的村民当中 挑选出 或者说选举出 一部分的代表 来组成村民代表会议 他代表全体的村民 来行使这样的选例 那通过之后 还要报镇政府批准之后 被案才可以行使 这样的一个投资活动 所以这个呢 也是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也是属于他资产管理当中的一项内容 因为你要对外进行投资嘛 你的钱要花出去 所以这时候呢 也是他管理的一个重点 第四个呢 是一些资源性的一些资产啊 他提到认真核查 村集资源性资产 比如说有多少山呀 有多少地呀 有多少林呀 有多少水呀 等等 这些呢更加强调的是他的这种资源性资产 第五个方面呢 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这一块 特别是跟会计制度相关联的 主要两大块 一类呢 是牲畜或勤资产 再有一类呢 就是林业资产 以及其他资产 按照会计制度来进行相应的规定 就可以了 第六个方面 提到的是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这些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是依据自身的这些收支情况 然后呢 对于本村的一些公益事业啊 或者说一些基础设施 进行相应的一些建设 那这个呢 也是需要经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之后来实施啊 比如说修道路呀 比如说这个建路灯呀 等等类似的 第七个方面是用工管理 这块呢 是比较突出的啊 比较特殊的 它是为了进一步规范 集体经济组织 再建工程的建设 还有呢 中心工作 以及开展其他村务工作当中的用工管理 那这种用工管理 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呀 特别是一些类似的 这些以工代赞的这样一些项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进行投入了 那这些投入的变相呢 相当于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做的一些支持 那这时候呢 要对他进行相应的一个登记 这几个方面呢 提到的就是村集体经济的 他的一个资产管理 那第二个方面强调的就是他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管理制度 有哪些方面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资产管理的内容之外 还包括了以下几种 首先一个提到呢 就是收入管理制度 有哪些收入啊 包括集体收入要 这些收入管理制度 包括哪些呢 包括要按期入账 一旦发生收入了 那么大家注意 按照全则发生制 全则发生制指的是什么呀 是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是发生在哪期的 而不是实际拿到钱的那一时刻 所以呢 他和收付实现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那他这块提到按照全则发生制的原则 要按期入账啊 那比如说销售什么什么东西了 那这时候呢 我把货也发出去了 对方也说拿钱了 但是这时候呢 对方并没有给啊 可能拖到了下个月 什么时候来确认这个收入呢 是以他实际收到钱呢 还是以他的按照这个收入的确认呢 实际上如果说按照全则发生制而言 是按照他应该确认收入的那个时刻来确定的 所以这块呢 他就是强调保障他 以收代支呀 或者说拿这个做支呀 这样一些情况出现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跟会计制度 这块是密切相关联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金管理 那对于现金管理这一块 其实不仅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企业也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他不允许你有留存很多的这个现金 而且现金呢 他都有一定的这种应用范围 比如说他这块就提到 保留有一定数额的备用金以外 其余应全部上交农村财务代管中心来代管啊 他有一些比如说小额的呀 或者必须使用现金的呀 才可以用现金 其余的呢 多数是通过转账的形式来实现 而且这种转账呢 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可以做到有据可查 第三个方面呢 是代管资金使用的审批制度 如果说有代管资金的话 那么必须实行预算审批制度 要先审批后结算 所以这块呢 是针对不同的一些 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可能会产生收入的一些项目 进行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规定 有收入其实就有支出 所以说从支出这个角度而言 强调 那么村集体的所有开支 必须取得合理合法的凭证 并且呢 所有的支出凭证 得进行汇签制度 有经办人 有记账员 还有相应的 村主任的一个签字 并且得由党组书记 最后把关签字 这个就涉及到票据的一个合法 合规和完整性的内容 从这个票据当中 你就知道 它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提到 村干部的工资 以及保险费 要严格按照区委组织部门 和办事处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然后呢 审批上报 所以说呢 产生这些费用性的 或者说工资性的一些支出 必须呢 要做到有理可依 有据可查 除了这两个 收入和支出制度之外 还有提到的 就是资产清查 以及资产台面的 资产台账的登记制度 还有呢 相应的资产评估 资产的承包 租赁出让 以及呢 资产经营制度 那这几个制度 它都是围绕着资产 农业的农村的 这个集体资产来开展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资产清查制度 咱们前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 相关支持点的时候 比如说提到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那就介绍 首先你得对集体资产 进行清查 是不是 那这块的清查指的是什么呀 要定期进行 资产的清查 重点清查核实 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的各种资产 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做到账时 账款相符合 换句话说 要定期的 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 所拥有的各项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得进行清查 进行清点 然后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个呢 提到的是资产台帐的 登记制度 那么就像刚才前面 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那些固定资产 咱们是不是得给它 设置明细帐呀 那类似的这些台帐 包括它的 你有多少房屋 多少其他的建筑物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 工具器具 甚至是农业 基本建设等等 这些固定资产 那么要登记 它的固定资产台帐 新增的时候 你得增加 比如说有一些核销了 或者已经回损了 然后进行 这个处理了 那你也得进行相应的和解 这个台帐 要与它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第三个是资产的评估 那这块呢 并不是说 每年我都要得进行评估一次 是吧 这时候呢 主要是依据你的目的 来对它进行相应评估 比如说 进行招投标方式 通过招投标方式 来进行承包 租赁 出让 一些集体资产的时候 那你就得对它进行评估 那什么样一个坐驾 是合理的 除此之外呢 以这些参股 联营 合作等方式 经营集体资产的 那也得对它进行一个评估 所以说 这种评估 是根据需要来开展的 一些特殊事项 要根据相应的 一些资产评估的一些结果 来进行坐驾的时候 这是有必要的 第四个呢 提到的就是资产的承包 租赁 以及出让制度 集体资产 实行承包租赁 或是出让的 应当按照相关的方案 明确资产的 名称 数量 用途 都是什么 承包租赁 出让的条件 以及价格 并且呢 还要注明 是否招投标 程序 同时呢 履行民主程序 那这块主要是涉及到什么呀 对于这些 集体资产 进行相应的处置 比如说将这些集体资产承包给谁了 或是租赁给谁了 或是呢 直接就出让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它也有一个严格的这种管控的程序 也是需要经过一些村民代表的一些表决 然后呢 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这样一些具体操作 第五个方面是资产的经营制度 那这些经营制度强调 如果说跟刚才这一样啊 采取承包租赁出让等方式经营的 那么要按照当时签订的合同 来履行后续的这些权利和义务 收取的承包费和租赁费 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啊 可不是归村主任所有 也不是归这个村主任和这个村长所有 是不是 那他这块呢 是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而且呢 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入账 下面这几个知识点呢 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体的 或者说更加细节化的一些 跟快递科目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啊 首先来看一下呢 对于流动资产的核算 流动资产这块呢 包含几种典型的类型 包括货币资金 还包括后续提到的应收款 等等一些内容 那首先呢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这一块呢 主要包含现金和 银行存款 这两种典型的类型 现金 他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又包括叙事核算和总分类核算 所谓叙事核算呢 指的就是 按照他的明细分类科目 进行现金日记账的一个登记啊 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流水账 每天的现金的收入呀 支出呀 都会予以记录 总分类账呢 就是要在总账当中 设置现金的科目 然后呢 对他进行相应的一个归总 比如说 咱们在日常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些运营管理过程当中 可能好多的内容都会涉及到现金 那么现在对于现金的这个管理相应而言也是比较规范和严格的啊 在多少金额以下你是可以采取现金的支付形式啊 在多少金额以上你必须采取转账的一些方式 对吧 这是从管理层面上来说 那么对于这种现金的处理 比如说典型的可以用现金支付工资 可以用现金支付福利费 是吧 还可以呢 用现金来购买一些小件的低质一号品等等 所以这些呢 都是通过现金类的科目来进行规范和操作的 那么现金也好 包括银行存款也好 这些属于货币资金的范畴以及更大范围之内的流动资产呀 固定资产呀 这些资产类的科目 如果说后续再涉及到相应的一些会计分录的编制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个准则 就是借方登记增加额 代方登记减少额 这是资产类的科目 进行会计分录时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那这块提到的是现金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由于现在呢 对于现金管理的日渐规范 那么超过一定金额 或者在一些特定的用途当中 都提倡使用银行存款的这种方式 或者说使用银行转账的一些方式来进行 那这个呢 可以给咱们提供更有利的啊 更持久的一个证据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银行存款这个科目 在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当中 用的也是比较多 它跟刚才提到的现金 也非常一致 也是分为叙时核算和总分类核算 两大类 叙时核算也是通过银行存款日记账的形式 会登记每一天的银行的存款的增加额 或是减少额 同时呢 在总分类账当中通过银行存款这个科目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矩啊 比如说利用银行存款来购置机械设备 利用银行存款来租赁房屋土地等等啊 这些呢都是与银行存款可能会产生联系的一些业务往来 应收账款也是属于它典型的流动资产 那应收账款 大家注意 它是和刚才的货币资金 是一个层级的 然后货币资金这一块是分为什么 刚才给大家介绍两个 一个是现金 还有一个是银行存款 是这两类啊 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 这块是相对应的一个层级的啊 这个应收款项 它又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外部应收的款项 外部应收款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单位和外部的个人 发生的各种应收及暂负的一个款项 大家注意 这块的应收 实际上除了应收这一块 也把暂负的给放进去了 暂负指的是什么 我暂时付给你了 但是呢 对方还得给我提供后续的产品或是服务啊 就类似于什么 我提前先预定了 有点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应收款的核算 是在总账中设置应收款账户进行的 那当发生各种应收款及暂负款的时候 寄入该账户的借房 那收回应收款的时候 或是暂负款的时候 那把它登记在贷房 该账户期末余额为零 实际上它跟刚才的这个现金啊 银行存款都是一样的 那刚才登记的现金和银行存款 咱们都给它登记在了贷房 意味着什么呀 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度而言 它是减少了 所以登记在贷房 对不对 所以资产类的是借房登记增加额 贷房登记减少额啊 这块大家就先熟悉着 因为在金养班呢 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这个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内部的啊 刚才提到的外部的 指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外部的那些单位 个人发生的这些款项往来 那内部应收款指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内部所属的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各种应收 及暂负的款项 主要包括承包单位和农户应上缴而未上缴的发包 或是说呢 上缴的一些收入啊 承包单位和农户从村所借的一些现金和库存的物资等等 那这些呢 都把它纳入到应收款的这个范畴当中 那为了反映这业务的往来 大家注意 按照所属的单位和农户给它设置内部往来 明细账并进行核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应收款项当中 它是涉及到两个科目的 一个科目是什么 是外部的 叫什么应收款 也有可能是暂负款 对不对 然后呢 针对内部的这个 叫什么呀 叫内部往来 所以这是针对不同的情况 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啊 第三个是存货 存货这块又是跟刚才并行的 并行的是什么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两类了 还有印象吗 在这呢 一个是介绍了货币资金 是不是 还有介绍了一个应收款项 那第三个是 存货 存货这一块 也是设置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的 它这块叫什么呢 叫库存物资啊 库存物资 那这里边 那这里边大家注意 当库存物资增加的时候 既在借房 库存物资减少的时候 既在贷房 期末的时候 也是没有余额的 所以包括刚才提到的货币资金 应收款 以及库存物资 因为都是属于资产类的啊 这些都是属于流动资产嘛 包括一会给大家介绍的固定资产 它在登记的时候都一样 都一样是什么 借方登记的是增加额 代方 登记的是减少额 所以你就看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